9月12日令人瞩目的TVB大型节目 2021香港小姐竞选总决赛 于今晚落下帷幕 嘉宁们经过多个环节的比拼 各大奖项相继尘埃落定 最终有8号选手宋婉颖获得冠军 15号选手梁凯琴喜得亚军 14号选手少初成为季军 何摘德友谊小姐 最上进小姐色有10号杨培林获得 另外赛前呼声甚高的大热之一官风新 却意外落选三甲 令人感到有些遗憾 而作为冠军的宋婉颖 在赛后采访时也对自己可以胜出感到意外 其实我现在还蛮惊讶的 我没有想到自己真的能够成为这一阶的冠军 我没有很满意自己做的今天的这个 所以我如果要给自己打分的话 这一次给自己打90分 和上一次三米 final应该是差10分的 我觉得今天的表现应该是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的 这次港节总决赛之夜 节目组邀请到众多表演嘉宾前来助阵 而最大的亮点当属是歌神张学勇的压轴登场现唱 现年60岁的他身着一身黑色重装 戴了一副黑边眼镜 虽然看上去状态苍老了一些 但依然不愧歌神的称号 连唱多首经典歌曲高音不断气弱油丝 舞台风采不减当年 他的出现立刻点了现场的情绪 将氛围推至高潮 最后一一首爱是永恒 为经界港节竞选之夜 画上完美句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